屏東歌稻響宴在農業物產館的戶外彩繪稻田進行收割儀式 來賓們彎腰體驗農耕時光 共同推廣屏東優質稻米 屏東歌稻響宴在 屏東縣為重要稻米產區 稻座收穫面積年約5800多公頃 為了推廣屏東稻米 並讓民眾了解早期台灣農村 在稻米收成的季節時 需要仰賴很多人力來幫忙收割 因此發展出割稻飯的飲食文化 縣政府攜手縣農會 邀請各鄉鎮市地區農會家政班媽媽們大整廚藝 運用在地農產食材 重現早期傳統割稻飯的美味 發揮創意烹煮出不同風味的屏東特色飯湯料理 大地主當然要請過定間來給他們掛 來盜無用過程當中大家一頓飯來吃一頓 飯到飯幾天還吃一頓飯 農業社會裡面工真不夠 不夠的過程當中 尤其是怎樣 要向天抽時間 有時候有一個火來而已 沒什麼東西都起了 所以在農忙時間要抽收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怎樣 大家要先看工 這看工的過程當中 就延伸出這個所謂的掛鍋飯 立委周春敏受邀參加歌道響店 與家政班媽媽共同事飯飯湯料理 介紹不可少的爆香食材 紅蔥頭香菇還有蝦米 現場飄出陣陣香氣 周春敏忍不住先盛上一碗飯湯料 搶先試吃 我們做的時候結束之後 我們都要吃飯湯 所以屏東縣好多好多 地方特色的飯湯 今天我們全部都邀請到了 屏東農業特務產館 來跟大家分享 那現場大家百花齊放 五波學享受在飯湯 然後縣府也超貼心的 準備了兩千份 歡迎我們所有屏東的鄉親 能夠一起來分享 各地特色農漁特產融入飯湯料理中 現場準備兩千份飯湯 免費供民眾品嘗 體驗古早飯湯名人滋味 活動不但讓遊客從中體會 農民辛勞及認識優質國產米 品味屏東獨特飯湯飲食料理 實踐從產地到餐桌的歌道饗宴 也進而推廣米實際行銷 屏東農特產品 記者張如荫方佳龍採訪報導